好来关心总统蔡英文要打国产高端疫苗 台北市长柯文哲三说 他想打就去打 只是好奇疫苗是不是有效而已 至于要不要鼓励高层通通都去登记高端 来提高人民信心呢 柯文哲没有答说 我是这种建议 不过他们很多人应该早就都打完了 国内的疫苗是不足的状况 但是高端却刚好开放 预约是大 那现在外界就质疑说 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刚 高端疫苗那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也不晓得怎么讲 不过是这样啦 如果是我来负责 我不会这样干 因为今天包括蔡总统也登记说 要来接种高端的疫苗 但是呢 国务党主席张启成就批评 高端二三期都还没有做完 等于是让所有的人民当白老鼠 政治临架科学之上 请问市长同意吗 医学 医学伦理学有四个原则 第一个是不伤害 再来是 要有益于人嘛 那再来是 尊重自主权 最后是符合公平正义 高端疫苗 如果纯粹从科学上的考量 我也不认为说 它真的毒性有多强 因为它可以做完 临床一起大概都不伤害这个 大概没问题 至于说有没有益处 这我就不敢讲了 因为这个 这毕竟要做过真正的临床试验 才能证明它有效没效 剩下两样嘛 一个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这个 这个就比较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是大家可以判断 再来是 自主材 它自己愿意打的 我们也没有 不能去干涉它什么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它喜欢打就去打 市长认为 正副元首带头来施打高端联雅 可以消除民众的部分疑虑吗 因为现在只有 总统预约就够了吗 会不会建议说 民进党的民代 还有党政的高层也要跟进 才可以提高这些国人的接种意愿 当然是越多越好 不过他们那些应该都打完了吧 那些说要打 以前 有的在美国都打完两剂 还回来台湾叫别人打实验用的疫苗 这个就不用讲了 市长所以你是知道说 有谁打过在国外打过两剂疫苗 你知道我也知道就好了 好 现阶段降级 但是不解封 民进党中成会再度要求党公职的人员 要落实防疫的规范 除了不参加公计 不参加普度之外 党主席蔡英文也在滋味高端来背书 提到自己在昨天下午已经完成预约 就等相关人员安排后续的接种计划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目前的疫苗的接种率已经超过月底前25%的目标 那38岁以上的民众也开始预约接种 疫苗的覆盖率还在提高当中 那我们国产的疫苗也列入我们医院登记的选项 那昨天我也在广播上完成医院登记 选择接种国产疫苗 这段时间我也请我们行政员 针对后续的书份振兴的方案 能够严妥方案 那我们的